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啊 有的人啊 别人一看就知道 他一辈子都改不了 很多自己身上的毛病 说一个笑话是这样 有个胖的女士 有一直到公园里去散步 碰到一个算命先生呢 就拉住她说 啊女士啊 啊我看你脸色发白 两眼发黑 最近肯定要有大事情发生了 啊 这个胖女士说 少来少来 你这个假算命的 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 算命的说 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我问题 如果回答不出 我分文不取 女士说 好 那你看看我 什么时候能够瘦下来 算命的什么话都没说 把东西收拾好 走掉了 这个笑话就说明 人控制毛病很难啊 很多人连体重都控制不住 你叫他怎么控制脾气啊 对不对 彻底的改变自己 学博人的痛苦是暂时的 因为学博之后改变了命运 我们就会不痛苦了 而不学博的人的痛苦 那是一辈子的